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在这个流行文化的时代 许多人穿戴名牌表达个人的品味特色 而我们正在表达什么样的品味 什么样的特色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 以色亚书第52章 这一章的主题是宣扬神的拯救 我们看到这里 一到二节提到了 喜安要兴起重返荣耀 是的,喜安耶路撒冷被刑罚管教 但这里预言 喜安要兴起兴起圣城耶路撒冷 要穿上华美的衣服 要离开一切的尘土束缚 能够解开锁链得着自由与荣耀 意思是要离开被挟制的景况 过去神拯救他们离开了埃及 离开了亚树 第三节提到你们是无价被卖 也必无银被赎过去 白白被卖 如今要白白得着拯救 这个拯救是在耶稣基督 用重价赎回我们 第四节提到以前在埃及之居 第五节提到亚树人气呀 但如今神让他们得着自由 挟制他们的人将要离开 神的百姓要知道神的名 神的拯救 其道世界要宣扬神拯救的好消息 第七节 报家音传平安 报好信传救恩等 这人脚登山何等的家们 要宣告神做王 上帝要复兴他的子民 向万国显露上帝的能力 安慰他的百姓 我们要宣扬福音的好消息 十一十二节是离开 离开巴比伦 十一节不断强调离开 离开出来 不要沾染不洁净之物 物要自洁 神在我们牵头行 神做我们的后盾 神亲自的引导我们 十三到十五节提到神仆人 心是有智慧被高举 人看来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 他的形容比世人枯高 他无加息美容让人羡慕 但十五节他要洗尽许多的国民 使许多人听见这美好的福音 使得这一章提到了上帝要做的工作 过去被掳被挟制 如今在神的里头 在福音中得着兴起 得着祝福跟自由 人看我们似乎没有加息美容 身上没有名牌 没有穿金带银 但是我们身上却披戴基督 我们走福音的道路 传扬福音 这是最荣耀的路 我们来祷告 给神打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生命披戴基督耶稣 活出耶稣的样式 不求人的掌声 只求神的肯定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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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 温暖 温暖